中國迎來了龍年 龍對中國是別有意義的嘛 所以不是要有中國學者 寫了一篇文章嗎 以後不能翻成Dragon Dragon太兇猛了 要翻成Long 就沒有想到龍年 其實他們真的要謹慎一點 對 沒錯 那麼 人啊 在水浴啊 水災龜 為什麼呢 天災人禍在中國也很嚴重 在除夕之前所發生的 那麼北京的雍河宮 那麼經傳說 有失火農煙密布了 那當時很遠就可以看到那個農煙 坐到那個消防車 一直去 當時官方的說法 各位聽清楚 官方的版本說法說 那是消防演練 叫大家不要以額傳額 不過問題是消防演練 那個煙也弄得太大了吧 對不對 消防所使用的那個煙 是無害有農煙效果是沒錯 但事實上 你從這個相關的有畫面流出來 看得出來 跟所謂的消防演練 顯然有一段距離 連雍河宮都出現這個相關的這個失火 為什麼 因為紫禁城在去年發生的紫禁城 裡面最主要的宮殿 皇帝相關的宮殿淹水 以前紫禁城要去的時候 特別那個地方就是特別不會淹水 有經過設計 就沒想到連那個地方都淹水 那除此之外 大年初一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這件事情可怕的地方在哪裡 為什麼會大家討論原因 是因為中國在網路上面全部把它刪除所有的訊息 他不刪沒事 一刪就表示可能真的有這個事 是什麼事呢 是山東金傳的滅門血案 而且不是滅一家 是殺殺殺殺了好多家 那個搞了半天 是因為在當地山東這個村莊 他有一個男子他因為犯案 所以抓進去被公安抓進去判刑 當時他們村莊包括他的國小同學鄰居什麼都要作證他 換了這個壞事就做壞事就對了 他出獄了以後找了另外兩名男子三個人 用這個改造釘槍 改造釘槍一樣會要人命的 在電影裡面也都有相關的情節 結果持改造釘槍 他們村落在大年30的時候有個習慣 大年30時間一到 整個村莊大家一起放鞭炮 趁放鞭炮的時候殺人 總共殺了五家人 總共滅了這個11個人 包括滅門啊 總共殺了11個人 等到因為他殺人過程 三個人這樣分開這樣殺了以後 鞭炮停了以後他們就停止殺人 那因為大家都放鞭炮沒人知道嘛 所以等到隔天一大早又去殺 總共加起來目前知道 殺超過21個人 有三個人這個等於說還重傷就對了 連21個人裡面包括什麼 醫副人員 他們臆幾個三個聽到 有人發現了 驚叫然後打電話報警嘛 啊嗚啊嗚啊嗚 就載著這個等於說警察啦 包括醫副人員趕到現場 他們趁醫副人員下車 然後呢要去救的時候 又殺醫副人員 所以可惡到這樣的狀況 目前為止啊 逮捕了主嫌 然後呢起出了相關的作案的工具 那還有兩個人在逃 重點來啊 中國竟然開始在網路上面 把相關的訊息刪掉 中國每次一刪就有問題 如果你不刪的話呢 可能說公安出來闢謠啦 說沒有這回事有沒有 這個純粹是幹嘛的 可問題是他開始把相關的訊息 他可能中國的想法是說 大過年不想讓人家覺得中國的治安不好 所以呢故意把這些訊息都一刪 那因為之前 或者是覺得這是錯誤示範 不要讓人家起而效益 對 沒有錯 可能有這個 但問題是在民主自由國家 新聞是獨立的國家 你不可想像嘛 就在越刪大家想盡辦法 越想知道 對 那除此之外呢 在河北的形態 也發生了這個 嚴重的爆炸事件 六層樓的這個建築 突然間啪的整個炸開就對了 炸了以後呢 當局說有這個三個人死亡了 那因為炸的情況非常的嚴重啊 通常在台灣 我們會有發生這個瓦斯氣爆 有時候也會有類似 但是他炸的非常嚴重 那炸的也非常嚴重以後呢 他又不公佈 當時不公佈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很多的謠言士氣嘛 網路上就有很多的預測 包括說會不會是用 TNT的黃色炸藥 TNT黃色炸藥的事情大條 為什麼 這個是TNT黃色炸藥 一般民間拿不到 所以到底是用TNT呢 還是用這個製造 比TNT猛 大概爆炸效果 打1.5倍的所謂的旋風炸藥等等 那結果謠言就士氣 所以天災人禍不斷的這個發生 好 我們來看看 還有網友做了一個整理 有什麼整理呢 說龍連專搜大人物的 毛澤東 周恩蘭都在龍連走 這一點要小心一點 說在龍連的時候呢 中國的領導人呢 容易發生事情 包括周恩來啦 包括毛澤東都死在龍連就對了 所以青龍連會不會發生重大的事情呢 我來講 由於是